国内主要盛产明星的著名艺术学校就那么极锁,所以许多科班出身的明星们曾经都是同学。 但你可能不知道,郑爽竟然与景田,看亲子,卢莎都是同班同学,他们都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,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郑爽的毕业照仔细一看,班上的美女可真不少,明显是一个阴身阳衰的班级啊,当年的郑爽青色,景田甜美,看亲子明媚,卢莎端庄,可谓是班级里的四大美女了。 话说这四位也是班上发展的比较好的同学,看到他们当年的班级出去游玩的照片感觉就是大显的青春啊,虽然略显青色,大阳光又充满活力的感觉,真的是太美好了。 比起八八年的景田和看亲子,九一年的郑爽在班上年龄最小,显得朴素又青色,但看亲子当年对郑爽的评价可不低,觉得郑爽当时是班级里最漂亮的女孩,可是拿出旧照来看,合照里的郑爽可能是素颜的原因,加上本身很瘦,略显憔悴。 看来看亲子的评价还是带有点感情分的,相比之下,景田的大眼睛与小脸甜美又细精,是第一眼美女的模样,紧搂着郑爽的庐山,看起来说女幼稚性,是那种又舒服又耐看的美。 不过之后换成其二短霸的郑爽却充满着青春活力,笑起来满脸的娇圆蛋白,显得俏皮又可爱。 如果要问当年郑爽与哪位同学最要好,那倒数看亲子呢看亲子,与郑爽两个人不但是一个寝室的室友,还是上下铺的关系,所以关系最要好,网络上也有很多他们两大学时候的合影。 好友看亲子对郑爽为人的评价也很重肯,与我们印象中的直帅豪爽的郑爽一样,并且回想起郑爽坦然承认自己正容易事,也证实了看亲子说他从不说假话的事实。 如今的看亲子发展了也挺不错,凭借着和李一峰合作的麻雀走红后,又在真人秀亲爱的客栈里花水撒狗粮,平静抢占热搜头条, 人体一长在长,虽然最近因为分手只是闹得沸沸扬扬,但全傲都在心疼看亲子,可见看亲子的观众原不是一般的好,陆山也与郑爽关系不差,这张合照可谓是世界合照了吧,陆山身后便是郑爽与景田这两大当红明星,虽然比业后大家都有各自的事业要忙。 但当郑爽被吐槽成筛子时,陆山仍站出来力挺小爽,陆山同学算是起步较晚的,因2014年的两部电视剧才走红,分别是《狼牙岗》与《虾有乔木》,陆山因从小学习古典乐,有一种东方女性内联,柔和的魅力,是挺多观众还比较欣赏的请一挂的眼。 同样身为郑爽同学的景田在媒体前却欣赏提及郑爽,仅有一次当记者问他如何评价郑爽时,他才被动提及郑爽,用直率豪爽四个字来形容郑爽,并且还称赞了郑爽的演技。 说起景田可谓是第一眼大美女,虽然最好出道,但之前怎么捧怎么炒作都不会红,可能是因为长相虽美,但不得观众心吧。 可,大甜甜之后却因为一个洗脸视频,透露出自己真性情,而导致很多网友黑战本。 景田的娱乐圈资源,真的是存在在传说中,都是大制作大手笔大导演大明星跟他合作,像很多网友不得不猜测,是什么样的背景才能这样一路开挂。 郑爽虽然不像景田那样有那么多神助攻,但他却是四位同学中最红的,乱九零后小话上热搜,最多的应该就是郑爽了吧。 瘦了上热搜,胖了上热搜,吃链上热搜,心剧上热搜,吃肉上热搜,短发上热搜,已经无法拥有爽、爽、弱、啄之类的词语,来形容他在热搜上出现的平凡了,哪怕他放肥自我也好,在节目中真性情发脾气也罢,可还是被观众们宠爱着,热度不减。 景田,郑爽,看今次,卢山虽然毕业于同一个班级,但同班不同命,各有各的发展,你最喜欢谁呢? 图片来自于网络,若有意义请联系删除。